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们谈一下他发表的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 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文革和毛泽东的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专著 两年前由台湾的联津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很可惜在当时是因为疫情期间出版的 所以宋老师没有机会来台湾介绍这本书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他来同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特别是对比一下 从这本书的研究来对比一下 习近平与毛泽东晚期的相同之处或者不同之处 特别是讨论一下习近平的结局 会不会是毛泽东加崇祯皇帝呢 宋老师你好 汪浩兄好 石板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荣幸来参加你们的节目 石板先生好 你好 宋老师我们先讨论一下现在大家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 李克强突然过世的这个议题 那当然李克强突然过世引起了很多阴谋论的讨论 就你对文革的研究 你觉得李克强的突然死亡是不是同文革中的一些非正常死亡相比 李克强的突然死亡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 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导致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爆发 那当然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也导致了八九民运 你觉得李克强的逝世会导致类似的中国社会普遍的反抗习近平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吗 我觉得你这个题目非常好 这些天我也正好 今天早上我还在看汪浩修美国之音采访你的节目 而且我还已经看了好几期石板先生的在美国之音的说三道四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李克强逝世这件事情 已经你们的评论很多美国或者包括国内一些朋友的评论 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那么我自己因为是研究文革的 那么有这么有感而发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深深的感到历史是一个怪圈了 就是如果说有人他要模仿历史 有的时候他就必然要经历这个历史中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你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他拿不住什么这个治国的政策 那么他就follow毛泽东的那他现在的政策甚至被广泛的称为是这个文革2.0的政策 那么你就讲到文革中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就在我们面前一一重现 那你刚才讲到这个阴谋论的问题 那个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不是什么人们要给他加上一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名号 而是中共的政治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权力斗争 完全都是出于阴谋 那就比如说简单讲一个历史的相似之处 那么文革中间死掉的一个总理就是周恩来 对吧 那个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被毛泽东搞死掉的 那周恩来原来他的膀胱癌是可以医治的 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让他开刀 膀胱癌在当时你只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烧走 就可以把它止住 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批准开刀 就是让他大量的流血 而周恩来自己都感受到了 他都个人说他一定要走在毛泽东的前头 也就是说他要毛泽东死之前 他死他才能让毛泽东放心 那么文革中间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 你比如像贺龙 他也就是给林彪集团搞死的 当然搞贺龙毛泽东也是有责任的 他有糖尿病给他打葡萄糖 那不是有医生要搞死他吗 你像罗内卿也是这样 罗内卿跳楼自杀 结果他那个腿还是可以保住的 只要是采取一些保守的疗法 但是这个医生怎么样 这个医生有意把他的腿根全部锯掉 使得他终身变成一个渠子 所以可见这个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始 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给亡民下毒嘛 这件事情当时这个共产国际住苏联 住延安的代表都去调查的 所以这个阴谋政治在对敌人 也就是说尤其是党内斗争中间 对政敌进行肉体消灭 利用医学来搞花头 这个是中共或者说是苏共是一换的 那么有的人就说 李克强现在没有权了吗 为什么还要搞他 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啊 你不知道这个独裁者的心态 独裁者的心态 一句话就是变态 在变态的情况下 应当说你和把习近平和毛泽东进行对比啊 习近平比毛泽东要变态的多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不像毛泽东那样 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 那么我们在讨论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再发生一个事务事件 或者说天安门事件 那么这个就要看他的发展了 好像现在还在发展中间 因为我这个人啊不是搞时事的 我想这个你们两位 尤其是石板先生啊 对这个时事的了解要比我了解的多 那么我只提一个就是我研究历史中间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一般来说 一个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啊 常常是独裁政权他的控制 开始不那么控制得住的时候 或者说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你像这个事务事件也是经历了邓小平的整顿嘛 使得不太控制得住了 那么你像胡耀邦时候 世界89的时候 那个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年纪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看法啊 我想你们两位可以说的比我多得多 这个谢谢宋老师 这个确实你刚才提到的 独裁者的这个心理啊 这个人格问题 他的极端的多疑的情况 你在这本书里面 特别对毛泽东做了非常深刻的这个描述 他的心理状态啊 这个我理解在文革中 毛泽东就是不断的要救出睡在身边的黑鲁晓夫嘛 这个问题他从黑鲁晓夫 最早是刘少奇 后来变成陈波达 后来变成林彪 后来变成周恩来 后来变成邓小平 他都是不断的救出他们 可是这些人都是参与了毛泽东帮 毛泽东造神的运动的 他们都是毛泽东的造神的帮凶啊 那当然我们大家看到二十大以后 习近平开始清洗清洗 从秦刚到礼尚服 甚至可能清洗李克强 这种同习近平对比毛泽东的这种病态的心理 是不是很类似 我想这个你这个课题也是蛮有意思 那么我在研究文革中间的就发现 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独裁者 尤其是共产国家的独裁者 他们的这个猜疑 他们的变态 他们的政治妄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可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推机接人 也就是说是他们自我心里对他人的一种投射 这个话怎么讲呢 因为所有这些独裁者都是搞阴谋上台的 那么他们上了台以后 他们就要想到自己周围的人 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来搞这些阴谋 那么这个怀疑就产生了 尤其是当这些人他不能掌控局势的时候 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政治风云中间不接的时候 那么这个清晰就会产生 而且这种清晰呢 常常是会恶性的 是一种莫名其妙的 如果说这个独裁者还是心胸非常狭窄的 那个至少我们可以说 这个毛泽东恐怕心胸要比这个习近平要宽广一些 那么比如说我们研究文革的人 我们常常把这个习近平的二十大和毛泽东的九大进行比较 但是你看一看毛泽东的九大 他还是把那些他认为老幼的人 比如说叶剑英 比如说李先念 他都是留在政治局的 像陈毅这样的人 他也都是留在中央委员会 那你像这个习近平这样 他完全搞成是卸家班 完全搞成是和他一样的 这个五大郎开店 都是工农兵学员出来接班的 这个好像很稍有 那么你还讲到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清洗他的亲信 实际上这个事情很好解释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独裁者的亲信 你就要做好什么 做好一个被他出卖 做背锅侠 做这个抵罪洋的思想准备 那个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离党越近越危险 离党越远越安全 那个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离开这个独裁者越近 他天天看到你 那么他怀疑的对象是谁呢 怀疑的对象就是你了 你离开他比较远 他或许把你忘掉了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要做独裁者的亲信 你必须要有一个军物 什么军物呢 就是说你要准备随时给他出卖的军物 你如果没有这个军物 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做他的亲信 你想想看独裁者他一般来说对他身边的人都是怎么样 都是死乱中期 那我们大家知道毛泽东搞掉几个接班人 文革就两个了嘛 文革就是刘少奇 接下去是林彪 那文革以前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还搞掉过半个接班人 谁呢就是高岗 对 五三年代初期毛泽东跟高岗讲好的 他栓动了高岗 五辅进京嘛 高岗进京以后就向刘少奇周恩来开火 那么跟毛泽东讲好的 然后呢就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搞下去 把这个进京的那些人呢 重新成立一个像苏联那样的那个组织 就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 那后来毛泽东发觉遭受到很大的抵抗 他就把高岗给卖了 那后来高岗就找他 他不借 高岗就后来就是奉而自杀 然后呢毛泽东还说高岗这么不争气还自杀了 所以就说你想想看毛泽东所有的秘书 做过他秘书的 像陈不达也好啊 这个就是李略也好 田家英也好 基本上都被他打倒了 也就是说离他越近的人越危险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秦刚 这个角度来讲礼尚富 这样的人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习近平和毛泽东 毕竟不能比 他是守城代的领袖 毛泽东是开创代的领袖 所以习近平需要的替罪羊应当说比毛泽东多得多 那么你不信成为他的替罪羊 而且他的速度一定是替换的要比毛泽东来得快 你像刘少奇那从七大开始做他的接班人一直到文革了 那林彪你送59年接彭德怀的班开始到文革也是差不多十年了 那么你想秦刚你像这个李尚福那就是几个月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当了独裁者的亲信 恐怕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就是被卖掉被整掉的你是第一个人 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想法 是 石板先生 你看现在李克强被心脏病了 现在在中国最担心下一个被心脏病的除了胡锦涛 还有汪洋 是不是还有一串人都可能担心自己随时被心脏病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被心脏病 但是说我觉得在中国这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体力 就是说2012年薄熙来刚刚倒台的时候 他是三月份就失踪了 四月发表出来 当时薄熙来倒台的消息我们拿到了 我们也就报出来了 但是拿到消息的时候 我还听到一个就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说的 他说有一个英国人被薄熙来太太堵死了 这件事情我当时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就想如果说要杀人的话 怎么可能薄熙来太太亲自动手呢 他们那么高高在上的 然后呢结果过了一个月 发现这个事情是真的 当时我没有写 如果写的话那全世界的独家了 但是说我觉得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当然说这个李克强之死 我想会成为一个永远之谜了 中国不可能承认 但是即使他心脏病爆发的话 那么这个真是心脏病死的 但是说大家也不相信 所以习近平有点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一种状态了 那么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他其实 这个独裁者的多疑症 我觉得比如说有很多人说 这不可能是杀的理由是 就是说李克强对他已经没有威胁了 已经离开中央了 但是说对独裁者的心病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北韩的金正恩 他把他哥哥 他哥哥已经离开北韩很多年了 在马来西亚就杀死了 这个斯大林托罗斯基也是 托罗斯基在墨西哥被杀了 到南美追到南美 基本上是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了 如果我们按当时的政治政局来看 但是说有一点点安全隐患 一定要杀掉 这包括这个明朝的朱立去追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 七次都据说要找那个失踪的建文帝到哪里去了 他要把所有的这个安全隐患排除掉 他自己才能睡得着觉 这几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自己上位都不是很心安理得的 就是说比如说金正恩 他明明是第三个儿子 他大哥没有上去 他就接位了 那个朱立也是自己造反 把自己的皇帝轰走 自己难以心安 那么我觉得习近平 我想他自己十年前 胡锦涛全面隐退的时候 他说胡锦涛高风亮节 怎么样讲了很多 然后自己到时候就拔的全不放 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一定有鬼 心里绝对难安 我想他对周围的人一定是看着都很危险 所以说不管是胡锦涛 还是李克强 还是汪洋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块心病 因为当年胡锦涛把权力交给他的时候 一定说将来你 你也十年以后 你也全部交给某某人 一定要达成这种默契 所以说我觉得他对胡锦涛 李克强和汪洋 是有一种心病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次 怎么说李克强过世之后 民众悼念李克强的声量这么大 我觉得这个让习近平感到恐惧了 那么我想他今后 一定会把党内的所谓的团派 和李克强走得禁的人 所谓的改革派 一定要继续视为眼中钉 一切要继续排除他们 所以我觉得中国 这个习近平今后又有很多可忙的事情 这种新的权力斗争 一旦开始之后 我想一定会迫及很大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中国现在的 习近平学毛泽东的文革2.0 也会开始的 这个苏老师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 这个书和文革的问题 这个 你在研究中间 很多的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中 在文革中讲的政变的论述 政变的问题 但是你的研究说明 在文革中讲到的那么多的政变 实际上都不是真的 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 那习近平也特别爱讲政治安全 他不停地讲周永康 徐才厚可能要搞政变 讲孙力军 傅政华可能要搞政变 这个毛泽东和习近平 他们为什么都这么爱讲政变 这么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讲的很好 那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 我把习近平和毛泽东进行比较 也就是因为傅政华 申力军的这个案子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而且北京的那些高官中间传出来 说他们要搞政变 这个就使得我想到毛泽东讲那些人要搞政变 你想先是讲彭德华要搞政变 然后是说罗瑞卿要搞政变 那么罗瑞卿以后就搞到谁的头上去了 贺龙头上 那么贺龙以后就搞到谁的头上了 就搞到一个不大不小真真假假的政变 也就是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国搞的东西了 那么本来可能这个林立国还不一定搞政变 但是你毛泽东那么喜欢政变 他的父亲林彪又做了一个著名的518讲话 就启发林立国要搞政变了 所以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恐怕这些人还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到了他们处在这个独裁者的高位 高处不胜寒 他们的市值性的变化 比如说你现在看看这个习近平的样子 和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上 这个一种非常雍龙的那种走态啊 什么我都开始觉得他们有一点像 那么当然这个心理上也就越来越像 而文革以后对所有这些政变都进行了评采 也就是说都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什么呢 非常完整的调查报告 说明这些政变根本不存在 老实讲如果说傅政华 孙力军这些人 他们是有这个guts的话 就是说有这个胆量的话 恐怕习近平早就被他们干掉了 现在的这个中共啊已经腐败到 根本没有人敢做警轲了 那你随便怎么讲 林彪和他的儿子还是敢做警轲啊 还准备拼死一搏的 尤其是林彪国手下那些小舰队 像这个李维新啊那些人啊 他们都是准备开了这身背机去撞天安门的了 那现在中共党内那么些年的歌舞生平腐败堕落 我很难想象他们中间还有那些敢于去暗杀的搞政变的人 或者说存在于他们的梦境之中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除了证明习近平的政治妄想症 证明他的这个病态人格任意加重远远超过毛泽东 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跑到南非去 他把什么被子啊什么都带过去了 对不对 他到苏州去做一个讲话 他提前三个半月要清场 那这个毛泽东的专利经过上海啊 那个时候还是林彪要搞政变的时候 他也就是提前几天就进来了 还没有到他这个程度 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个独裁者他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是说他的心理发生变化 他的身体的气质性的变化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又越来越相像 他们自己又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历史怪圈里面越走越快 所以就出现奇奇怪怪的很多事情 对我觉得政变我们光毛泽东比较当然是很形象 我们再往一边讲 比如说汉高祖刘邦 他打下天下以后 他以谋反的为理由 把当时的功臣一个个抓起来全部杀掉 那朱元璋也是一样嘛 就是说其实不管文官武将 一个个的按顺序搞政变 逻辑上讲不通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或者是排除异己 或者是精神变态嘛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 那么我觉得习近平毛泽东 包括史大林 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中国在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新的形态里 中国还没有跳出这几千年来这个历史循环的怪圈啊 所有的上上的皇帝也是一样的 这个臣子也是一样的 还在那里不停的在谋反 在肃清在镇压的过程之中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习近平的变态心理 我们应该可以观察他这个月 十一月份可能要去美国旧金山开APEC会议 他可能的所作所为的怪蛋的行径 我们可能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可以进一步的观察他这样的这个病态心理 不过这个回过头来再讲一下宋老师 你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的就是半君如半虎 同时他们又要互相的猜疑互相的揭发 争权争宠这样的状况 特别提到了刘少奇 林彪 周恩来 江青这四个人之间的互斗 非常的严重 这很多故事你在书里面写的 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那我想了解这种身边的 毛身边的最亲近的人的互斗 他们是一个体制的必然结果 还是说毛泽东操纵的结果 因为毛泽东可能是真的就是今天跟这个人讲 你去斗另外那个人 今天又跟那个人讲你去斗这个人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他让高刚去斗刘少奇 然后又可能是让罗瑞群去斗林彪 这样的状况 习近平可能也做同样的事情 他让王毅斗秦刚 秦刚斗王毅 类似的这种情况 宋老师 你从你这个书里面对于毛身边的人互斗的情况来看 现在习近平身边的人是不是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刚才石板先生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怪圈 现在还是在皇权社会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那么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帝王术 那1975年的时候毛泽东接见这个尼克松的女儿 因为那时候尼克松已经到台了 但是毛泽东还是觉得尼克松是他的朋友 就把他的女儿女婿接到来了 那么那个时候尼克松女儿叫朱莉亚 他就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提倡这个斗争哲学 这个毛泽东这个人啊 他有的时候比较坦率 他不像习近平的这个什么中共梦啦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啦 你想想看这些东西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吧 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要为了一个梦想而斗争 他是说共产主义是理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中共党章完全混乱不堪 理论上是不堪一步了 和这个陈伯达和这个姚文元时期差远了 那么你知道毛泽东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管八亿人啊 管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让他们斗 那么毛泽东这个斗就是四个方面的斗嘛 他就是说挑动领导斗领导 对不对 第二个呢是挑动领导斗群众 第三个呢是挑动群众斗领导 第四个呢那就是说挑动群众斗群众 你这个文革你给他划噴划噴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的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这里 就是说他那你下面斗他可以控制 那么刚才你如果讲到是不是有个人的挑动的因素 也有中共体制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都有都有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战狼外交 我们现在都记得的就是什么朝礼坚了秦刚了 对不对 实际上文革中间厉害得不得了 你想想看六七年的时候这个香港搞暴动 放了一千六百多个炸弹 而且真的炸死人了 把一个香港的电台都炸死了 后来这个是被称为香港六七暴动 对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和英国有外交关系 那么红卫兵就冲到了英国的临时代办处 大家都知道把英国大使拿出来斗 英国大使当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事 只能低头认罪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 那么当时有一个风云荣物叫什么呢 就是中国驻印尼的一个临时代办叫姚登山 他在印尼干什么 因为这个毛泽东他们支持爱地的英尼共产党嘛 结果苏哈托把这些共产党给杀了 那么他们就在当时去发产丹 他们去发毛主席语录 结果英尼的军警就把中国大使馆给包围了 那么后来出了这个事情以后 毛泽东就把谁给顶罪的 就把姚登山给打倒了 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关照了当时的总参谋 代总参谋找杨成武 说你回去去抓谁呢 就把王烈、官丰、七本玉都给抓起来了 要知道王烈当时在六七年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的时候 王烈是牵挤保了毛泽东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 是天安门城楼为他开一个欢迎会的 所以当时毛泽东身边他的侄女王海龙 就说这个变化也太快了 然后毛泽东就运了当时唐朝罗颖的一首诗 他这首诗怎么讲呢 他说时来天地皆同烈 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句话的意思中心就是说 我也是没有办法 必须要找牺牲品 那么1975年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挑动外交部就是包括乔冠华、张寒志、斗周恩来 斗得很厉害 当时这个唐文森都斗得很厉害 然后毛泽东出来的 他又要用周恩来了 他就说外交部几个娘们把你斗得很厉害啊 总理啊什么什么 那当时王海龙就气死了 王海龙说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非常形象的 他就说毛泽东这个人而是 别人做屁股他做脸 这句话就是说别人都给他屁股牺牲了 他去讲 所以你讲到这个秦刚的问题 我从国内的外交部的一些朋友讲 秦刚当时是习近平用来作为对抗美国的一个旗子的 而现在他要和美国讲和了 那就像当时把姚登山、切本玉等人往里牺牲掉一样 那秦刚很重要的要把他必须要换下来 所以我刚才反复讲就是说你离党越近越不安全 所以你要做亲信必须要有被出卖的巨物 就是这个道理 对 李尚福好像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本来是习近平反美支持俄罗斯的一个大将 但是李尚福因为被美国制裁 当了国防部长 也不能够去美国开会 也不能够去跟美国的国防部长会谈 所以现在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了 所以要把李尚福干掉 是不是有这样的逻辑在里面 这个石板先生你觉得呢 确实李尚福 我想当时他被美国制裁的时候 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 那个时候他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当时我们就认为他可能不会当国防部长 甚至有人推测他可能当军美副主席 因为国防部长是做军队外交军事外交的 那你被美国制裁 你就没办法去美国 你很多外交方面都不方便 但是习近平偏偏不信邪 偏偏把李尚福拿上来 让他当个国防部长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大跌眼镜 因为当时的人有好几个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他偏偏不信当完以后呢 后来又拿这个同样的理由 要把他扳倒的话 我觉得李尚福情何以堪 觉得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想香港的李家超可能早晚也被吸收掉 香港李家超已经正式宣布 他不会去美国APAC会议 李家超已经正式宣布了 当然他要面子 他就说美国邀请他了 但是李家超很忙 没时间去APAC会议 习近平比他更忙 都要去了 李家超竟然忙得没时间去APAC会议 这也实在是太扯了吧 宋老师 最近中国有一个去世的历史学家 陈武彤 他有一本书写的 崇祯皇帝的 秦政的亡国军 这个在中国被出版 没几天就被下架了 那当然引起很多网络的讨论 那他书里面就是批评 崇祯皇帝是一个多疑自负 自大财书 然后昏招连连不不错 越是秦政越亡国 中国老百姓认为 这个习近平跟崇祯有点像 他同毛泽东相比 习近平算是非常勤政的 习近平一个人当了13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 每天在开会 而且据说200多个中央委员 习近平是每个人跟他们谈几个小时 来做审查的 所以习近平应该是一个很勤政的人 而且他一个人几乎干了毛泽东 周恩来 林彪的角色 他既要当总书记又当总理又当军委主席 又当国防部长 习近平都一个人当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是不是习近平是一个 崇祯和毛泽东加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人物 我想这本书我正好看过 那么因为我对民史也有一点兴趣 所以平时对这个崇祯啊民史啊有些随时把它当为历史书看看 但我研究不是在这个领域了 那么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是一个什么课题呢 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除了讲政治心理是西方的研究方法 另外呢我就讲了一个文化基因 我用的也是个蛮时髦的词了 那么实际上是讲什么 就是讲体制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数千年的皇权政治的这个体制 对毛泽东的影响 那么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提倡秦制的 那么毛泽东最后一首诗 他就是写的这个 曲律师他就写到 祖龙虽死浑游在百代皆行秦政制 这个秦政制就是皇帝多大的 对不对 那么旁边虽然也有个宰相也有个太尉 太尉就是林彪这样的角色 宰相嘛就是周恩来了 那么但是呢他总是不停的扩充他的皇权 打压项权 我们等会可以从体制上做一些讨论 那么讲到这个崇禅皇帝这本书啊 那么人们已经讲了很多这个崇禅皇帝和习近平的相似之处 我想呢这个对这个崇禅啊还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想讲他有两个不同之处啊 这个是我看了这个书以后的 第一个不同之处呢就是说虽然说崇禅皇帝也是自大财书 但是呢崇禅皇帝在17年之内他下了三次罪己兆 也就是说他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至少他还有自知之明 他还有自我批平的精神 这个共产党的领袖都没有的 毛泽东公开讲过说我们不下最几招 我们下了最几招人民就要推翻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共产党的领袖都没有这个最几招这一说的 第二个呢虽然说这个崇禅皇帝啊 他也是怎么样 他也是死乱中气缺乏担当刻薄寡恩 这个和他童年世纪有关 因为童年世纪他也历经坎坷了 在宫廷斗争中间没有安全感和这个习近平一样的 他这个童年也是童年少年都是很不幸的 但是呢崇禅皇帝至少有一点怎么样 他最后还是天子守设计 他壮烈寻国 那你这个习近平不能比了 你像这个COVID-19的时候 习近平武汉都不敢去啊 你联系到到南非去 这个什么门障了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运得去 这个崇禅皇帝他是一个很简朴的皇帝 就说在这方面啊 他都并不是像习近平这样的 所以我这里呢还是要为崇禅皇帝喊两声冤 否则的话他在地下他会这个觉得不甘心 觉得我们没有公正的对待他 那么我想讲一讲就是说从习近平他在中共的体制上做了哪些增加他那个皇权体制的事情 结果就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决灭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这个历代的中共的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隔代子弟就是想解决一个接班人问题 对吧 这个至少在几次交接中间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这个江泽民交接给胡锦涛 胡锦涛交接给习近平 总的来说他那个隔代子弟以后的接班人还是有一个章法的 对不对 那么习近平把这个取消了 习近平觉得他没有办法解决接班人问题 你想想看 他这个二十大主要是搞了两个人 一个是把李克强搞掉了 也就是说他膨胀军权 全面压制项权 那么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第二个就是废除了怎么样 废除了一个皇太子政治 他不知道这个废除皇太子政治会造成混乱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康熙皇帝晚年他两次把太子给废除掉 是 结果就造成了他下面的储君像无头苍蝇一样的自相暗杀 杀来杀去 不知道到底杀谁了 那我听到外交部一个朋友给我一个解释 他说为什么秦刚一定要被外交部的人搞掉呢 他是讲到外交部这些年来涉及到非常大的湍腐案 这个湍腐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些小国家到这里来 他总要从中国一带一路拿一点好处嘛 但是外交部在给他们钱以后是收了回扣的 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要叫这个秦刚做这个外交部长呢 就是说去查这个事情 而且呢他又是彭丽媛选的 彭丽媛很看重秦刚啊 对 那么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怎么样 造成了一个外交部系统的全面紧张 因为他们认为啊 习近平要提秦刚作为接班人了 那这个皇太子如果说他真的成为接班人还了得啊 他们没有活路了 那么无原则的乱斗就起来了 就随便怎么样都要把秦刚搞掉 那么就搞到秦刚头上 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他和傅小田什么男女关系 然后又搞了很多那些习近平最怕的事情 又和外国情报部门可能有关系啊 那个就是他们不稀奇了 只要习近平觉得可能怀疑 那么习近平就把他拿下来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他改变了这个体制以后造成的大问题 那么我们还要讲到就是说 中国历代的这个君主的权利和宰相的权利啊 有一句老话嘛 就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当然了这个很少设限 一般来说呢 军权总是想办法膨胀 而且呢 他是利用他的内庭 所谓的内庭啊 讲的难听点 后来就是厂位了 后来就是宦官了 太监了 所谓外庭呢 就是秦朝时候的左丞相 右丞相 那么到现在来讲 就是所谓的内庭就是书记处中共中央办公厅 所谓的外庭就是公院 那你现在想想看 蔡奇的权利啊 远远大于公院 差不多李强要被他搞掉了 那么这个正是合了习近平的意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这个胡温体制啊 没有什么江珠体制啊 都没有了 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了 这个权力的高度集中 必然造成内庭的膨胀 必然造成厂位特务政治 那这个外面传出来也就是说秦刚倒台的问题上 蔡奇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吧 至少这件事情我听说是真的 就是蔡奇把王毅像孙子一样的训 像孙子一样的训 王毅痛阔流涕的做检查 所以这个都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中间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那么我刚才讲到皇太子也是平衡被打破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习近平上台 你们刚才也讲到了 他把这个集体的领导变成了一个军臣关系 那我们讲到毛泽东他文革达到最大的目的 就是他把一个政治局一般人的专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专政 就是最高指示了 所有这些他的顶层设计上的变化 必然是怎么样 必然是加剧了这个权力斗争的无原则性 就是说这个就是乱斗了 乱斗了 而这些正是恰恰这个体制上形成的 你比如说以前讲什么党政分工啊 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党政分工啊 就是党领导一切 就是习近平一个人领导一切了吧 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石板先生也好 王毅群 你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皇权政治的角度 从这个政治体制的角度 来分析秦刚的倒台啊 这个李尚富的倒台啊 他们绝对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有的乱了 你刚才谈到了扩充皇权打压项权 那李克强被认为是史上最弱的总理 可是好像李强现在比李克强更弱 李克强 现在这个关于外面 关于蔡奇跟李强的斗争 这个满天的消息 这个满天的消息 石板先生你对刚才 宋老师讲的这些 你的观察这个 李克强跟蔡奇的斗争 会成为下一步 大家国际社会 关注的焦点吗 如果说习近平 他学毛泽东的方式的话 那一定是让下面斗起来嘛 下面斗起来的话 他才能够掌握 就是说主动权 那么我觉得现在 这个蔡奇李强 其实他们都在浙江 一起从浙江开始 就开始争宠嘛 已经斗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让他们互相斗起来的话 这个习近平他自己的几个班底 就是说 把什么太子党排除掉 再把这个团派排除掉之后 习近平下面 有这个敏江新军 是他们福建带上来的 有这个 至江新军 是从浙江带上来的 还有新西北军 就是从陕西那一群人 然后他还有一个 就是说他喜欢军工产业的一些 就是过去军工产业的老总统 他基本上是靠这四支队伍来支撑他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四支队伍期间的矛盾 特别是这个浙江派和这个福建派 斗得非常厉害 最近我听说浙江派内部也斗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个权力斗争一定会这个兴起来 而且我们过去谈论中国的政治 就是说江派胡派和习派 其实是就是原领导人在斗 现在在习派之间的斗的话 那等于说中国的权力斗争 我们观察权力斗争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他们都是拼命争宠 在拼命的这个争效中一个斗争 所以说我觉得今后要仔细观察 宋老师 我们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有好多问题 可能我们要另外做一集专题来谈 特别像江青跟彭丽媛的对比 张春桥跟王沪宁的对比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谈 但是今天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 关于习近平晚年如何收场的问题 他会是另外一个崇征吗 我觉得习近平晚年的收场 可以说他是另外一个毛泽东 第二个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普京 但是我个人认为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可能性更大 这也就是说他在无穷无尽的斗中间 好把自己也好得油灯枯尽 结果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是出事未接生鲜死 毛泽东看最后一个电影的时候大亏场 觉得自己出事未接生鲜死 但是他就耗光了自己 他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间把自己斗倒了 把自己斗死了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最大 因为他要学毛泽东 也就让他学毛泽东的死法 第二个可能性 那就是说对人类要造成灾难的 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国内他的这个积累 如果说打台湾发动战争 那么毛泽东有个东方红 习近平有个东方又红 但是从来没有人要唱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传奇色彩 这个人本身是没有任何魅力的领袖 如果他硬要制造一个魅力 那么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 那就是打台湾 那么你看看现在全世界斑定 以色列有哈以战争 乌克兰有普京的俄乌战争 我想这些战争的结果也会给习近平警卷 然后我对习近平少年事前的研究 我觉得他还不是一个干部子弟 尤其是红二代好多都是什么 实际上是很怂的人 表面上他看起来老子英雄而好汉 但是他打的都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什么黑五类 黑五类及其子女 你真的要他去像普京这样的 普京不是高干子弟 对吧 这样的去干呢 这个好像习近平还不太行 这个当然也是我的希望 我们不希望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以来的成果 用来打世界大战 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宋老师 今天这个给我们讲了这么精彩的 这个对于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分析 宋老师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刚才讲到的江青和彭丽媛的对比 这个藏春桥跟王沪宁的对比 我都想另外找时间跟你谈一下 那我们这个 我们再找时间 再约这个来做这个节目 那谢谢宋老师 谢谢两位的邀请 我一直是你们节目的很忠实的关注 今天有幸也来成为一个演员 谢谢大家 谢谢宋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